这款皮革在我印象中应该是比较软的包 但实际上这个包来了之后 这个凯利尔巴来了之后呢 让我会有点改变观念了 它的这种硬度不亚于Togo皮 当然是赶不上Epson皮或者Box皮了 但实际上这种油润 然后质感又比较轻浮 它的这种硬挺的程度又比较好的 这个状态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会觉得这个EverColor皮可能会相对更软一些 但实际上大家如果接触到了就知道 不是想象中那么软的 它的这种皮革又薄 然后又有一定韧性的感觉 我觉得跟Box皮还是有点像的 爱马仕的皮革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也会有它自己皮革的香气 皮革和颜色涂层的香气 爱马仕的凯利包凯利尔巴 所以它积累的这个版型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再加上它的这种皮革 对不对 最顶尖的皮革做出来当然是最好的东西了 这个可能在广告法上没有办法说谁家是最好的 但实际上消费者心目中有感称 对不对 这个包来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很喜欢的 这样的包大家在存放的时候 里面略微做一些填充 不要撑得太满 千万不要撑得太满 适合它的就是最好的 不要让它向外顶出来 对 接下来聊一下Herbag 39的这个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 也是一直放在箱子里面 那它就相对让人放心一些 为什么呢 就是它大部分都是采用帆布的 我们只要注意它的盖子和它的肩带 不要有其他的问题就好了 这个里面没有做太多的填充 你是买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我拿了一个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15寸的苹果电脑 所以按照它的尺寸 做了这样的一个 那应该也是不能放的 大家看到了没有 Herbag 39 我们看应该也是不能放 15寸的笔记本电脑的 所以只能放13寸的 它的宽度会更宽一些 如果要放的话 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常态这样去使用 可能如果没有办法了 稍微装进去防个雨啊 或者是携带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上如果你上下班通勤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电脑的话 是没有办法把它尝尝这样去使用的 这个包呢 它的上半部分是亨特皮 亨特皮 你看是亨特皮 是比较结实 然后比较硬 同时呢 也是一种光滑面 光滑面 这个包看得出来是全新的 所有的五金上的贴膜都在 五金上的贴膜都在 然后上面呢 还有这样的膜 大家如果想再拆开它的时候 想要保留这样的塑料膜呢 从两边这样拧开它的横梁 抽出来之后呢 是可以把这个包包解体的 那这个包好处就是 在实用过程中如果有污染的话 是可以把包身拆下来 要么更换或者清洗都可以的 如果喜欢用herbag的朋友们 可以拥有两个或者三个herbag 互相去更换它的包身部分 或者是内外反 这样去尝试使用啊 之前会有herbag39的一个外缝的 外缝的herbag 它的外缝内缝 它可能这样的设置不一样 对不对 换上了一个小盒子啊 是一个小小包 很可爱 这样的一个包 这样的一个包 我觉得如果是在小黑屋看到的话 一定是让大家立马拿下的那种啊 一个小包 一个很可爱的 奶油白 奶油白 那这个包呢是Swift皮 Swift皮 Swift皮在刚刚出品 你看现在是没有实用的状态 它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硬挺的状态啊 硬挺的这种包型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包包和人的这种匹配 或者包包和人的一种配合 对 它会让主人增色不少 实际上使用者也会让它增色不少 也会因为两个人的这种搭配 两个人的这种合作 所以在这个 不管是出街也好 出席场合也好 这种回头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两年白色的包包还是比较火的 就是大家会忽然发现啊 衣橱里面少了一只白色的包 继续开箱啊 继续开箱 这个是3C羊毛白的凯蒂尔发 它也是全新的啊 很多有盒子的都还是比较新的 鸵鸟皮呢 这种这种感觉很像 很像瓷器啊 当然不是说绝对像吧 因为它这种亮度和质感 包括一些纹路吧 这种这种感觉还是很像瓷器的 包括其实鸵鸟皮有一个 好像叫瓷器粉还是叫什么颜色啊 它本身这个颜色的名称就和瓷器有关系 鸵鸟皮因为它的特点呢 所以它的这个毛孔的地方 有非常自然的这种 更深几个色度的这样的颜色 边油呢采用的是深色的边油 羊毛白 然后这种外缝的凯蒂包呢 是不是感觉更致实一些 更致实一些 这样的包呢 大家也可以去搭配一下 推力丝巾去使用 这个一样是金扣的一个羊毛白开垫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车的一个肉